大家好,我是吴博士 胆固醇升高,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就增大了 血管容易损坏 而且糖尿病和肾病的几率也大大增加了 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人直接选择药物作为降低胆固醇的首选方法 比如他听了药物 虽然他听了药物很有效 但是这些药物需要长期服用 一旦开始就不能随意停药 因为私自随意停药是很危险的 停药之后几年之内发生严重的医疗状况 比如中风,突发性心脏病或者死亡的风险会大大升高 所以有不少人开始服用他听了药物之后不久就后悔了 后悔在服药之前没有搞清楚引起胆固醇升高的四个原因 没有先尝试降低胆固醇的非药物方法 如果说降低胆固醇有上中下策的话 那么直接选择药物 对于非遗传性高胆固醇的人来说绝非上策 事实上因为遗传原因引起的高胆固醇血症 发病率并没有那么高 比如最常见的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每一千个人里面大概有四五个会是这种情况 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不是遗传原因引起的 往往是后天的其他原因引起来的 好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引起胆固醇升高的四个原因 如果你正在纠结要不要采用药物治疗 正在考虑医生的建议是否最符合你的需求 那这些内容可能会帮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 那他听的药物是目前治疗高胆固醇最常用的药物 效果也很好 但是呢这只是前半句话 后半句话是 它的副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虽然这些副作用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不一 但是它绝对不是大多数人降低胆固醇的首选方法 而应该是最后一个方法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是遗传原因引起的高胆污醇血症 我们先来看看他听的药物引起的副作用有哪些 那最普遍的副作用是肌肉疼痛 那这是他听的药物最常见的副作用 那个包括肌肉酸疼啊肌肉无力 少数情况下呢会引起横纹肌溶解症 副作用之二呢是肝功能异常 那么有一些人在服用他听的药物之后 肝酶水平会升高 比如说孤冰痕转癌酶 孤草转癌酶 那这意味着肝脏症的发炎和受损 副作用之三呢是有些人会出现神经系统症状 干扰正常的生活 比如说头疼 记忆力减退 感觉异常等等 那副作用之四是消化系统会出现症状 那像有些人呢会感觉到恶心 负胀便秘 那么一旦已经开始了他听的药物的治疗 就不能随意停药 就像刚才讲过的话 那随意停药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在停药之后的几年之内 会增加心梗脑促中 甚至突然死亡的风险 究其原因呢 在于停药会造成血脂的反弹 一旦停药 体内胆固醇合成会迅速恢复 甚至可能比用药之前更高 那其次呢 突然停药很容易导致动脉周样硬化斑块的破裂 引起最严重的心血管突发病症 所以呢 服用药物降低胆固醇 虽然简便有效 但实际上是把麻烦放在了后面 那如果不是遗传性原因引起的胆固醇升高 或者症状已经非常严重 不得已而为之 选用药物治疗 应当是在尝试了其他办法之后的最后一个办法 那么降低胆固醇 有哪些非药物的方法呢 那其实呢 只要搞清楚了 引起胆固醇升高的四个原因 自然就有了答案 我们说的四个原因 实际上是四大类原因 我们来注意了解一下 那第一类呢 是遗传方面的原因 也就是遗传疾病 分好几种情况 像第一种呢 就是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这是一种单基因遗传病 是因为低密度质蛋白受体基因突变引起的 那么导致身体呢 对低密度质蛋白的清除能力下降 所以说血液中 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不断积累升高 那在临床上经常表现为早发性冠性病 也就是说 有些人年纪轻轻 在中青年时期 就出现了心血管疾病 他们即使在严格控制饮食和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后 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依然居高不下 在他们的家族中 常常有人得高胆固醇血症 或者早发性心血管疾病 所以他是有家族基础的 这些人在皮肤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就是在眼角 手指关节 或者其他皮肤部位出现黄色瘤 也就是黄色肿块 那作为遗传疾病呢 他的发病率其实并不高 大概在1000个人里面会有4-5个 第二种是多基因高胆固醇血症 那这种遗传性高胆固醇血症 比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更普遍 它是由多种遗传因素引起来的 由多个基因共同作用引起的复杂形状 那这种类型更常见 但是相对来说 它的症状不如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那么严重 第三种呢 家族性混合性高质血症 它也是多基因遗传病 它的遗传机制复杂 它是遗传性脂代谢紊乱的疾病 那么在血液中呢 多种脂质成分水平升高 包括总胆固醇 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脂 在青少年时期呢 症状往往不明显 通常在中年以后才表现出来明显的症状 那么血液中因为有高水平的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所以逐渐呢 会在血管壁上沉积形成斑块 逐渐导致动脉硬化 进而引起冠心病 心肌梗死或者脑粗溶 那第二呢 是因为疾病引起的高胆固醇血症 像第一种呢 就是高血糖或者糖尿病 糖尿病患者往往伴随着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升高 而高密度质蛋白胆固醇降低 也就是常说的坏胆固醇高 好胆固醇低 高血糖和高胆固醇经常同时出现 为什么他们有联系呢 这是因为高血糖的人通常有胰岛素抵抗 身体呢 对胰岛素持钝 缺乏有效的反应 胰岛素抵抗除了影响血糖 也会影响胆固醇水平 导致坏胆固醇增加 好胆固醇减少 那另一方面呢 许多导致高血糖的因素 同样也会影响胆固醇 比如说不健康的饮食 缺乏运动 身体肥胖 也会升高胆固醇水平 第二种是肝病 那各种引起的肝损上 脂肪肝 肝炎 肝硬化 都会影响胆固醇代谢 形成高胆固醇 那肝脏受损来说 那受损的肝脏呢 胆汁分泌受损 而肝脏产生的胆汁 有助于消除体内的胆固醇 对于维持胆固醇的平衡至关重要 有时候把它称为 反向胆固醇转运 肝病呢 会扰乱胆汁的产生 导致高胆固醇 像其他的肝病 包括脂肪肝 病毒性肝炎 肝硬化 都会影响胆固醇代谢 导致高胆固醇 第三是甲状腺功能减退 那甲状腺激素在身体代谢胆固醇的过程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甲状腺激素水平低的时候 身体呢 无法有效分解和清除血液中的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就引起高胆固醇血症 甲状腺功能减退和高胆固醇 都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 所以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第四是肾病 肾病和高胆固醇往往相伴而生 肾脏疾病会破坏人体的荷尔蒙平衡 包括调节胆固醇水平的荷尔蒙的产生 那随着肾脏功能的下降 处理胆固醇的效率会下降 肾脏疾病常常导致慢性炎症 那这些呢 都会促进血液中胆固醇水平的升高 当然了 某些治疗肾脏疾病的药物 比如说皮质肋固醇 也就是糖皮质激素 也会升高胆固醇导致肥胖 反过来呢 长期的高胆固醇也会影响肾脏 损坏肾脏的动脉 引起慢性肾病 五 多囊卵巢综合症 女性呢 患多囊卵巢综合症 会引起荷尔蒙的失衡 包括雄性激素水平升高 那这有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 引起体重增加和肥胖 这些因素呢 会升高胆固醇水平 第三类是药物引起的胆固醇升高 人们经常呢 只关注药物的治疗效果 忽视药物的副作用 很多病人是这样 医生呢 也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第一类呢 是皮质肋固醇 那这种合成激素呢 模仿人体自身产生的皮质醇 它有强大的抗炎和免疫抑制作用 那治疗各种炎症性疾病的时候呢 医生经常给病人开的药呢 就是皮质肋固醇 最常见的就是湿疹 比如说医生呢 很多医生会把皮质肋固醇 作为治疗失诊的首选药物 那这样的治疗呢 十有八九的治不好 但是能减轻症状 类似的像什么哮喘呢 关节炎过敏呢 医生也经常给病人开 皮质肋固醇的药物 那这类药物呢 不能长期大剂量大面积的使用 那经常使用呢 会升高低密度质蛋白胆污醇 和肝油三支水平 而且呢 会导致体重增加 血糖升高 甚至还会让感染的风险增加 经常涂抹的皮肤也会变厚 变得很难看 其实治疗失诊还有更好的办法 甚至彻底治愈的办法 二是合成代谢肋固醇 这也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激素药物 它是模仿了男性激素高酮的作用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能够促进蛋白质的合成 增加肌肉的生长 增加力量 那很多运动员呢 为了提高运动成绩 增加肌肉啊 增加力量呢 会私自使用 那合成代谢肋固醇的滥用 对健康危害很大 长期使用呢 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 像什么肝损伤 睾丸萎缩 性功能障碍等等 对于血脂来说 它也会升高低密度 质蛋白胆固醇 同时降低高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所以呢 它跟血脂健康呢 是背道而驰的 第三是抗精神病和抗抑郁的药物 像有些抗精神病和抗抑郁的药物 会升高 胆固醇和肝油三肢水平 而且副作用呢 比治疗其他疾病的药物呢 更严重 包括绿蛋瓶啊 凹蛋瓶啊 利胚酮啊等等 这些药物呢 也会促进胰岛素抵抗 进一步加剧血脂的异常 第四是利尿剂 尤其是腮禽类利尿剂 会升高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它们可以通过影响脂肪代谢 导致总胆固醇 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和肝油三肢水平的升高 第五种呢 是心脏病的药物 像β受体组织剂 形象地被称为心脏的刹车 那它的主要作用就是 降低心率 降低血压 减小心脏的收缩力 保护心脏 那医生经常用它来治疗高血压 心脚痛 心率不齐 预防心力衰竭和心肌梗死 延长生存剂 但是非选择性β受体组织剂 会升高血清肝油三肢 降低高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第六是抗病毒的药物 抗逆转入病毒的药物 主要用在治疗艾滋病和乙肝上面 比如说蛋白酶抑制剂 非核肝类逆转入酶抑制剂 这些药物会增加 肝油三肢和总胆固醇的水平 同时降低高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第四类呢 就是最普通最常见的生活方式和饮食引起的胆固醇升高 那直觉告诉我们呢 这种类型占的比例最多 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而且成年轻化的趋势 那它跟肥胖 胰岛素抵抗高血糖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就其原因呢 就是跟现在人的饮食成分和作息方式密不可分 那越是在大城市 我们接触到的大多数加工好的食品和原料 这些食物成分呢 非常方便 但是呢 还有丰富的饱和脂肪 反食脂肪和糖分 那再加上朝九晚五的生活 很多人呢 缺乏足够强度的运动 其实共同呢 促进了包括高血脂在内的不健康状况 那这类原因呢 最司空见快 也最容易被人忽视 最不容易改变 很多人想改变 却不一定能找到主导的因素和正确的方向 因为它需要具备一定的健康知识和分辨能力 现在呢 健康谎言满天飞 更需要人呢 有很强的分辨能力 那通过这些原因的分析 我们发现呢 引起胆固醇身高的因素之间是错综复杂的 它是相互影响的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同的 遗传基础不同 年龄不同 生活方式不同 运动方式不同 而且服药的状况不一样 所以呢 不可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方法来降血脂 如果一上来不问青红皂白 就说是要改变饮食 改变生活方式 那对有的人来说 这可能是不起作用的 但这样逐渐会丧失信心 那么还有一个人呢 把降血脂呢 希望寄托于保健品 什么红取酶 胆固醇胶囊 腐酶Q10 鱼油 什么维生素B 怎么说呢 保健品呢 它只是起一个辅助的作用 它可能在某些情况下 它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 但是呢 它不是药物 它没有治疗的作用 所以说的话 基本上很多人在花了很多时间和金钱之后 才发现呢 还是得回到最根本的途径上来 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来做出改变 那么人可以欺骗自己 但是身体是最诚实的 你是偏不了他的 好了 引起胆固醇身高的四个原因就聊到这里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做新视频了 可能某个新话题正是你所关心的 谢谢收看 下次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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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